不可以不可以 当年蒙兰上综艺的时候 还表演了一会粤语 发古奶爸看见后 直接就带他去外面玩耍 当时陈乔恩还想着帮奶爸抱蒙兰 可见当时的蒙兰 就开始散发自己的魅力了 国宝前前来一个爬树 就引得袁红连连夸赞 他怕熊猫掉下来还用手符 但是我们的熊猫可是功夫熊猫 怎么可能会掉下来 韩国综艺新西游记里 熊猫对艺人们的叫喊没有理睬 于是就叫来了惊艳老道的谭爷爷 你没看错 谭爷爷也是上个韩宗的人 当时的他还有头发还年轻着 熊猫们一听见谭爷爷叫过来 就全部回头 这一届的熊猫团子 还在综艺里上演了一段抢搏苹果大气 给韩国艺人都震惊了 连忙叫他们不要打架 吕寒的熊猫直接把顶流刘在时气哭了 当时他要做的任务就是拍到熊猫屁股下的纸板提示 看似很简单的任务 遇上我们的熊猫直接把困难提升好几倍 我们熊猫就坐在纸板上吃了好久 刘在时只能在旁边等 把刘在时就整郁闷了 最后这一关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成了任务 都难过